如果你看到了红色的脱钩 只说明了一件事 这个人很闷骚 当然不是啦 红色的脱钩代表 吉普的 Trail Hawking 哦 开场白又搞砸了嘛 好了 大家好 我是唐大叔 看到红色的脱钩呢 只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这台设施吉普的Trail Hawk 就是越野之音吗 因为只有Trail Hawk 才会有这个红色的小标志 当然可以越野的话 我们最厉害的 当然是吉普木马人了 但是这个 不代表其他的 或者说其他的小兄弟大兄弟 一样有越野的能力 从最大的二哥开始 大切诺基 他的越野能力 当然是没问题了 而且最近又出了一款 2017年马上会上市 不叫马上吧 所以之后多了 加了一个版本 也就是Trail Hawk 大切诺基的Trail Hawk 大家当然听到的时候都很兴奋 因为大切诺基本身 已经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如果是专门越野版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很兴奋 但是在他出来之前 我们是有了一个 小切诺基的 越野已经Trail Hawk的版本 也就是现在在我背后 大家可能一直看到 而且我刚刚说话 一直打劫 因为太激动了 这个车 这台小切诺基颜色 配的实在太帅了 天呐 我也不按照顺序了 直接跳到我最喜欢的 这个地方 黑色的车身 配了暗黑色的 这个front grill 就是这一个部分 我们七个 七块的前版 说了很多次了 是七大洲 代表七大洲 吉普所服务过和喜爱过的 其实 这个七大洲 还有个意思 我觉得吉普是为了战争 不是 是为了战争而生的吧 而且当时我们联军嘛 在联军的话呢 肯定七大洲各个地方 那一场二战都会影响到 然后我也觉得有一层 这种感觉意思在里面 而且这个颜色 很酷的这个七块钱版 但是大家已经发现了 这七块钱版 为什么和吉普木马人 或者和大切诺基不一样呢 这也就是 我很欣赏这个 小切诺基 也就是我们中国叫自由光的 这一个车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它可以很保守的 做一个只要 变成就是大切诺基小一点 那直接叫小切诺基也可以啊 但是它没有 它要叫自由光 而且它有全新的设计 而且很叛逆的 把这个最最标志性的地方 它敢把它弯掉 弯掉嘛 好像在中国会很不吉利的一种感觉 怎么把我牌子给弯了 但是它就敢做这种尝试 当然也增加了一些流线的感觉 但是呢 既然我们讲到这个了 就开始从设计开始讲嘛 刚刚我说了 红色的钩子就代表吉普 这个不管是吉普 小切诺基啊 大切诺基啊 自由光啊 或者是自由客呀 或者是其他的 看到红色这个钩子前钩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Trail Hawk的Trail Raided 可以有越野能力的 当然这一款是为了越野而生的小切诺基 或者我总喜欢讲小这种机器 或者叫自由光吧 然后呢我们从前面的设计先来讲一讲 大家看到两头的 两头的这个灯呢 它并不是前大灯 流线型的像一个眉毛一样 它其实只是那个 在加拿大的话 那个所有灯就会 一直亮着的那个 像信号灯一样 左边当然转 旁边的转向灯呢 用了吉普一贯的标志性的黄色的 小黄灯的标志 但它已经不是圆形 或者是小长形 前灯也不是圆的 它把它颠覆掉 像你看这里 眉毛 眼睛 眼睛才是真正的大车灯 下面是雾灯 然后呢 你要再仔细看 它的眼睛 眉毛 还有雾灯的感觉呢 就是一个很愤怒生气的 还有两颗红牙的 这么一个小怪兽一样 虽然我是越野的 不要小看我 不要欺负我 所以前面是这样设计的 标志性的七个 七块分开的前板 然后颠覆性的长条 因为我们都知道 吉普最标志性的就是圆灯 和七个这个 它把它全都颠覆了 小切诺基 再来的话才是大的灯 然后下面是雾灯 前面呢 就是用这样的设计 然后呢 中间呢 更多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 像跑车一样 这种流线的切割面 很漂亮的 然后过来以后呢 从侧面 一样用刚刚那种 虽然这里是塑料 但是它也是用黑色 和这种 黑灰色吧 我觉得这种 金属 金属黑色或者 跟这个前面一样的 一直过来这个颜色配的 我觉得黑色里面 在用这种 暗黑色真的是很漂亮 包括这个切诺基 切诺基几个字的标志 之前我看过其他版本 都没有这个 这么漂亮 我随便抓一个 给大家看一眼啊 你像这种白色的 小白车 切诺基 银色的字 白色和银色 一般都这么配 但是你用黑色 和暗黑色 这个配起来 就感觉更漂亮 所以呢 从这标志 回到上面 红色的 TRAIL HOG 标志 所以前面呢 因为这是黑底嘛 对吧 黑的车 和前面刚刚 那个小钩子一样 红色 所以这个颜色呢 这台车 除了小黄灯 不算之外 其实它的主色 就是黑色 假暗黑色 还有一点红色 红黑我一直说过 我可能以前说过 那我再说一次 我认为红黑 这种组合 是最漂亮的组合 颜色组合之一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侧面呢 看到这台车 是搭配了那种 方便的package 像我刚刚手伸进去的时候 手伸进去的时候 小灯亮了一下 自己门就打开了 现在我把门关起来 关起来的情况下呢 如果人走进 门会自动打开的 当然这个 也不算什么 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定位作为一个 这个越野型的车呢 它为什么大 现在回到刚刚的话题 我还没说的吧 刚刚很兴奋 就开始讲设计什么 这个大家知道 自由光是在北美 目前来讲 卖的最好的 发展最快的SUV 因为在应该 13年左右的时候 12 13年左右的时候 当时还在卖 那个指南者 可能现在国内 还有这个款式 就是Compass 还有Patriot 当时呢 是吉普尝试的 两款小车 这两款车呢 我之前的视频 也讲过 从来都没介绍 也没特别介绍 因为Compass 应该是一个 尝试性的作品 可以承认是失败了吧 我认为大家 不管是市场反应 还是吉普自己 后来的 这个更新替换产品 他都没有继续更新 这个线 因为当时尝试 进入这个城市 或者Crossover的 小的SUV这个市场 结果那个产品 有点失败 接下来的话呢 他就 代替那个产品呢 其实就是小切诺机 因为呢 可能从战略上考虑到 这个 吉普木马人是最经典的 另外一个最经典的 就是大切诺机 所以他们也是 就是想办法 做了两款车 就今天我们市场看到的 可能另外一个车 我会过几天再做 就两款车 什么车呢 一个是跟随这个 吉普木马人的血统 做了一个Patriot 他样子看上去 很像木马人 然后里面的设计 也是被木马人的 这个灵感吧 用了很多他灵感 另外一款车呢 就是小切诺机 或者我们叫的自由光 虽然他们同样叫 Cherokee 对吧 大切诺机和自由光 但这款车呢 完全想区别和颠覆 而且是花了非常多心思 所以说到这呢 这款车就是 从一些小的细节里面 它跟大切诺机一样 它定位的是民用的 是舒适的 是现代的 是为了现代生活而生的 它是奢华的 它是神秘的 对吧 黑色的 好的 刚刚讲了一堆铺垫 现在呢 这个台车搭载的 搭载的是18寸的轮子 这个轮子呢 也是相对越野的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轮横会深一点 这是为了越野的 当然在城市开的时候 它可能会声音稍稍大一点点 但是随时去到越野的情况的时候 就可以不需要轮胎的 换轮胎啊 或者其他的 直接就是城市和越野都能同时用 随时可以转换 上面的话呢 这个脚架是 已经配的 再来后面呢 侧面看呢 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小流线上去 我这样手 现在是平的 应该 看到前面 两个地方是流线上去的 一点点上升上去 一个非常流线的SUV的形状 非常流线也说不上啊 但因为我说非常比的是吉普木马人 很像 其实在主要的地方看的话 就是个大切诺基的 所以我也喜欢叫它小切诺基嘛 虽然有它翻译的名称 官方的名称 但真的是 但是呢 又从小的细节里面 它要叛逆 像前面的前连 把那个七个挡板给弄弯啊 然后它的脸不用圆灯 过于用那种很愤怒的 长线灯一样 但是让人家知道 我不是切诺基 我是另外一台车 侧面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非常流线漂亮 再加上这个颜色的搭配 天下呢 我们再来的车的后面 后面的话呢 也是用这种长条形的 颠覆性的 很大一块红色 所以 其实你看这个车 很大的身体 多了这几个红色之后呢 我觉得 就是画龙点睛的感觉 包括 右边看过来 有Trayhawk标志 非常的抓眼球 非常的明显 而且这台车呢 加了 就是有这种 Toeing的 这种能力 也就是 大家知道越野也好 或者说去一些 一些 Offroad吧 就是去到野外的地方 如果需要帮助别人 拖别人 或者自己后面装一个东西 是可以装一个东西 拖着走 因为这个车毕竟是小SUV 它的空间不算小 但是 它也是装东西有限 所以后面 我们可以拖一个东西 或者在上面 装一个东西 去野外玩的时候 那既然来到 后面侧面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顺便讲讲 从后面开始看一下 这台车呢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要松手呢 其实它是有这种 从钥匙上去看的时候 这台车已经是蛮顶配的了 正好呢 我本来其实今天想讲的是一个Limited版本 因为我之前讲Renegade啊 几个车都是讲的这个越野版 可是今天呢 我一看到这个黑色的 再加上暗黑的这台车的搭配 我一下就没办法 最主要真的 之前看过对吧 主流的白色啊 或者其他颜色组合 都没这个车这么漂亮 所以我没办法又讲Trayerhawk 但是还好这台是因为配置够高 所以其实跟Limited的区别 就是说一个定位的问题 那这台是因为装备已经够好了嘛 所以其实在讲那个Limited 就是限量版吧 其实不是限量的 但是它那个最高级别的 讲到最高级别呢 顺便讲一讲 这个吉普很多车都一样 那所以自由光也是一样 从最低的运动版再上去 叫美国叫Altitude 加拿大叫North 都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叫法不通 就是我们叫北极星 中国翻译 北极星 北极光 哎呦 中文那个翻译 太喜欢用光和自由了 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大家知道就行了 就是第二个级别叫North 就是北 然后第三个级别呢 或者说最高的级别里面有两个 但是它是有区分的 一个就是Limited 就是所谓的限量版吧 翻译过来 那这个版本的话就是没有 有越野能力 但是它没有外观上那么明显的像越野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看的这一个 所以这个Trail Hawk版本 所以那个Trail Hawk和Limited 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为一样的级别 但是有不同的分支一样对吧 到了第三集以后 第三集 哎呀 好吧 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现在我们看 大概看一下后面 后面的空间还是可以的 不能说大 也不能说是家庭用的 所以这台车的话 它也不是 就是三口之家的 或者说一个人 很多一个人 不管男性女性 甚至我看到有些退休人士的男性女性 都有人开这台车 一模一样的 就是Trail Hawk这台车 我觉得车内部 等一会儿我们再仔细讲 大概看一下 这次用这个吧 现在呢 我已经坐在车子内部了 这台车呢 可以开点灯 有用吗 好看吗 不太自然 这台车呢 搭载的是 因为已经到了这个级别 就是说 本来的自由光呢 一共有两区和四区的选项 刚刚说了 大概有三个等级 然后一共有四款车嘛 那头一等的运动版呢 虽然叫运动 但实际它是两区的 它也没有这个四区的选项 那到了北极星 或者美国叫Altitude 这个版本呢 就是Altitude和North 这两个版本的时候呢 有选项 你仍然可以选择2.4的 就是我刚刚忘了讲了 2.4的这个两区的 或者是3.2的四区 那你就有选项了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中等级别的话 North已经足够了 可以配PE啊 可以加天窗啊 可以弄这个大的娱乐设施啊 可以不用钥匙进来啊 都可以配 那真正再往上面呢 因为有些人 这台车不是过渡性的吉普 它也不是入门级吉普 像我之前说的Renegade 就是那个自由客 自由客 自由侠 我的天哪 这些名字 就是Renegade 那个 他们还有Patriot 都是入门级的 因为他们给你一个 很眼前一亮的这种 带着吉普血统 当然是很好的SUV 很好的城市的小SUV 但它是入门的 让你喜欢上以后 可能读大学的时候啊 或者说可能年轻的妈妈 或者是这种事业的白领女性啊 我没有那么多极限的要求 对我来讲 车子除了样子不一样之外 我说不清楚什么 什么玛丽乱七八糟 我搞不懂 但是我喜欢吉普这个品牌 但是开木马人 不然就太贵 不然就是现实 我开的这种 太过于简单了 我不知道怎么用 我还是需要这个 现代一点的车子 那可能入门级的 就会有那些车 但是真正到了 我要性能 我要内饰 我要功能性的时候 但是我不要那么大 像大圈头机太大了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一块是空缺的 现在填补了 而且用一个非常完美的 可以说完美的产品 当然这个完美 我觉得见仁见智 唐大叔其实第一次看到 自由光的时候 我并没觉得好看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有一种味道 我开始喜欢它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 它设计的多漂亮 从外观上 其实虽然 所以说这个是很见仁见智吧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它 因为我慢慢发现了 就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我不要一个 那么基础的入门的那种 因为它不能满足我的 对内饰 对功能 对这种 这种技术上 还有很多很多 我一会会 讲多一点 那方面的东西 满足不了我 但是大圈游戏太大 木马人又太过于简单了 这种平时开 或者太贵 我不想开这样的车 那这时候空白出来呢 就用了自由光 Cherokee来填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台车是 从一三年左右 出来以后 经过了几代的发展 但是在发展过程里面 已经成了吉普 最好卖的车型 嗯 就是比大千多基的销量来看 还要高 所以呢 第二的话 这台车的内饰 是最佳内饰的SUV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是 它的内饰 真是一种奢华 完全像大切诺基一样 这种奢华的感觉 然后非常的漂亮 而且不浮夸 用一些对吧 黑色的底色 然后加一点红色的stitching 就是这种缝线 显出出来一种 就是有设计感和漂亮 一种审美上 不断的流线型 像一个眼睛一样 这种酷酷的 奢华的 低调奢华 像大切诺基一样 但是又酷酷的 就是它自己自由光 或者 Charo Key 对吧 它自己的个性 加出适中的这种 适中的这种 这种 装饰性的东西 但是呢 又很有自己的个性 这都非常舒服的 包括后面全皮椅的这样子 全景天窗 刚刚用了那个填补市场空缺 或者填补吉普产品线空缺 那个说法 所以它到底填补的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个超高性能 但是又是现代生活的 城市SUV 但是又可以在周末的时候 有一种户外的这种 lifestyle 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我又是有一种 吉普品牌的这种文化和性格在里面 完全综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小切诺基 我就说小切诺基吧 不用其他的名字了 我觉得小切诺基的名字蛮好玩的 如果比较细心的朋友 可能已经发现了 现在的这个天气和 包括我这个造型和刚刚都不太一样了 因为那昨天有点事情耽误了 就是准备讲车里面的时候 所以现在不说废话了 我们继续介绍车里面 因为我要是在身边呢 它已经感觉到了 而且当时开门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感觉到了 现在提示我 踩着这个刹车按开始 就可以发动引擎 但发动引擎之前呢 还是发动起来吧 因为现在 今天天气变好了 很热 因为这个视频已经有点长了 我就尽量不要说的太唠叨 但是 有些话还是要讲到 那我们先看看 我昨天就在讲 这个内饰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刚刚 外面的全黑的颜色 配暗黑色 再配红色 我觉得红黑 我说了好多次 我最喜欢的组合 那这台车里面呢 用红色的皮的这种皮式 一般的级别都会用塑料的 所以这个比较奢华的感觉 是一个高端的SUV的感觉 另外的话就是用了红线 那除了这个地方是用了皮呢 方向盘也是用皮质的 所以摸上去很舒服 而且好像比有一些车的适中吧 像我手比较小的话 不会抓到自己的手难受 那有些人手比较大呢 也可以这样来用 这样来用是什么话 也可以就是很舒服吧 因为是皮的嘛 真皮的 另外的话我说过这台车 虽然它是 其实是很野性的越野而设计 但是它里面又有这种奢华的感觉 当然一定的程度 也是受了非亚特 这个欧洲车制造商的这些影响吧 在内饰方面更加的考究 刚刚我说了这种红色的线 那座位上最明显 就是说有Trail Hawk 全是皮的 Trail Hawk还是红色 在另外一边也是 副驾驶也是这样子 那其实整个车的颜色 应该在摄像机上看也比较准 它不完全是黑色的 它有点像棕色 棕黑色 就是你看 车的有些地方是金色 有一点金色的感觉 对吧 像这个储风口下面这一部分 像这一圈 像这里面这一圈 都是这种有点金色的 金色呢和暗 暗的这种棕色吧 接近黑色的 像这种是黑色的 这种暗棕色的 那种是金色 所以这几个一般的颜色设计的话 我们都会使用三种颜色 或者不超过三种颜色 当然这里面这种小的不算了 就主色来讲 那越是这种对比度大的颜色呢 用的就会画龙点睛去用 像这种红色的线 那内饰就这样子 后面也是很漂亮 而且很舒适的皮椅 可以看一下 也是呢在适当的地方 用了红色的线 好 现在我们一个个来讲 那这个车 中间这一部分呢 首先是方向盘吧 还有个小的细节 Since1941 从1941开始做吉普 现在75年了已经 像吉普车上 不管哪一台车呢 都会可以找到这个 这个差不多这个说法 有的像Renegade 它为了凸显个性 就更大大的一个鞋占了 那每台车基本上都有这一个传统的东西 那现在车上我们来看呢 这台车是已经搭配了这种 就是蓝牙 用来听歌和用来讲电话 然后另外一边呢 上面的话是一些常用的这些 信息可以来 来看 用上下换不同的东西 现在是第九个 第一个就是速度 速度方面的信息呢 就是比较看得清楚一点 对吧 因为我们在那个速度盘上找 会比是在这边找会慢一点 这里会显示 我自己喜欢是放在这里的 平时 那再下来的话 这里面呢 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这里面有多个 多个信息 像这里这里就没有 那就证明只有一个信息 像这个有很多信息 第一个汽车的 它这个降温水的温度 这个换波箱的 波箱油温度 机油温度 还有机油剩多少 18%到时间你就知道自己去换了 很方便 还有电压如何 只要是14.5左右 都可以 证明一般新车比较注意这个 因为新车的话 它本身里面没有很多电 也没有经过驾驶 所以它这个 如果这个过低的话 对吧 开一开就会上去一点 这样的话 过低的话放得太久 就可能电池没有 但是正常的使用一下子呢 电池就会充满电了 那刚刚第一个可能 现在直接跳到了下一个信息了 就是刚刚没有看到的 这个轮胎压力 从这格子上看 应该是第一个信息 我们刚刚就是从第二个开始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呢是驾驶辅助的一些东西 像这台车搭载了呢 你像它一条车 两条线中间 就这个 让你保持在两个线中间的功能 如果你偏离线太多了 它知道你是正常驾驶 而且手你扶着它 离开的话 它会帮你调整到中间这个里面 所以一些辅助的东西 好 继续往下看 下面的话就讲油耗 因为这台车没怎么开过 所以就是可能试过一圈吧 像这个底数的话 那它油耗15左右 因为这台车搭载的是3.2的 V6引擎 也是我们PentaStar 很好的引擎之一 但是这台车呢 是有9速的 所以它在节能上面 是有一定帮助的 但因为我们试车的路线呢 前面在修路 什么一些综合因素 我觉得15.6还是不太准确 但是你想搭车3.4的引擎的嘛 还好是8速加上车重的话 应该我的经验是在14左右 13.4这个范围 或者是12到14这个范围吧 看你怎么驾驶了 如果高速多一点的话 就会省一点 好的 继续往下看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 就是一般大家喜欢用 这个现在这点油 还能开131公里 平均油耗15.6 那我现在可以按住 OK呢把它清零 然后真正驾驶的时候 自己可以弄 现在下面写的Trip1 就是第一组数据 我们可以呢 每一次不同 加普通的油啊 或者去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测试 AB测试 到底哪一个比较划算 当然那个时间下面就是说 好我这个用了这么久了 一般我自己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用的 就是加满一箱油之后 假如这次加了89的油 下次加91的油 或者我下次加94的油 我可以去比较 因为有些人说 这个油会有区别 或者就是说 有些人说油品高一点 可以开得更远 那我可以用这种测试方式去测试 当然你可以想说其他的 你觉得可以用到的方式 再往下面呢 这个Stop and Start 就是一个 应该说绿色节能的一种 一种新的设计吧 现在我们这个车上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车 它自己会感知到你这种 全都停下来 是在红绿灯 然后它会把引擎关掉 这样的话可以节能一些 当然我们不喜欢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关掉 亮灯之后呢 Start and Stop Off 就关掉了 我们有时候把它强制 或者在设定里面 把它默认关掉的都可以 好的 再往下面就是音乐 音乐的话 这个像大家上次也都知道 所有克莱斯的产品 现在他们都在后面 会有这种 可以按的东西 左边也有 现在我在右边这里 那这个右边呢 是控制音量为主 左边呢 因为我现在把音乐关掉了 那左手边这个呢 左手边我两边在按 大家可以看 上就是 就是找 找下一个电台 不是说预设的那个 如果我按中间 它中间还有一个钮 后面是 一共按中间呢 跳到下一个台 然后也可以自己去找 它自动找到下一台了 按一下就自动找到下一个台 然后右手边呢 右手边呢 主要是调音量 音量之后呢 它也可以按 按中间这个钮呢 现在它一共有三种 因为这台车是带一年的这种 这种卫星的电台 现在我是SXM 就卫星电台 Satellite 这个AIFM 按中间的钮 可以换 好的 现在放下满就讲好了 就是这个电话 还有Voice Control Voice Control Voice Recognition的话 其实 像我们说中文或者英文 我觉得 当然没有iPhone的Siri 或者Google的那些那么好用 所以用的比较少一点吧 这个是最实用的 电话来的少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8.4寸的 因为升级以后呢 这个8.4寸的荧幕是一个选项的东西 但是比一般的都大 在通机里面应该也是最大的 而且按的速度很快 反应速度很快 我们现在一个大概看一下 还是回到电台 跟刚刚说的一样AMFM 这个是卫星电台 可以有一年免费的 它直接可以自己再去调 或者说 它有一些80年代摇滚啊 什么的 那这个流行音乐 或者我喜欢这个台 我现在40preview就没有东西 然后可以把它摄像它就按住 按好之后呢 这个台原来它有名字 叫90 好 那 像这个卫星电台的话 它还有这种就是频道和这个 就更细分的 一般电台我们看不到这么多信息的 像在FM里面 应该是看不到这么细分 只有台 对吧 像这个卫星里面 它其实专门一个公司做了这个产品 有些人喜欢 因为音质更好 第二的话 它就像我们平时用手机听音乐一样 它分得很清楚 频道啊 都可以选频道嘛 我喜欢的音乐类型都可以选 好的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那同时呢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时跳到这个 跳到这个 这是一个小的导航窗口 给你看一下 但是你主要是听歌的话 你就可以放在这 然后那里可以看一下 电话的话连接起来就可以用了 但是连接完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联系人 你的最近打的电话 甚至按钮的 甚至的消息 设定的时候 很容易设定一下就连起来了 那这个的车呢 是有冷热 冷热的 其实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这里有缝的话 对吧 大家可以看出来那种 纹路就是有冷有热 有冷的 热冷都有 然后方向盘也可以加热的 特别像文库华或者加拿大冬天比较冷 而且这个车呢 而且这个车呢 是两边都有冷热的 窗 这个后视镜呢 因为它有一个sensor在这里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但这里有个sensor 所以这里你看它 调好位置 不像以前有个东西搬来搬去的 后面有车晃眼镜的时候 这个dimmer是auto的 现在打开 只要能这个sensor 感觉到后面有车罩着你了 它会把这个打开 就不会晃眼镜了 你看这个真的很灵敏的 像以前的大家用过会知道 就是非常不灵敏 那这些可以自己再设定了一些东西 很多都可以设定 现在刚刚就过来一个就是APP APP这里呢 第一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看到 所有的设定的东西 第二的话 有些人会把习惯的东西 如果我经常用的是这个加热 加热方向盘 我就可以把它移过来 像苹果手机一样 或者像安卓手机一样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看怎么把它 原来是什么东西 不记得 Media 把Media放在这 因为一个听电台 一个听歌 把Media放在那 顺便就讲这个了 因为它要去后面才能看到 可以放USB 可以插线 可以用SD卡 可以用蓝牙 所以现在最主流听的是用这个听 用蓝牙去听歌 不行的话 也可以用USB 把你自己喜欢的歌导过来 或者插这种线 从手机一条 那种源头的两个线 插在手机上 插在这里就可以听了 接下来这里就是正常的控制了 同时这里也是有 都一样的控制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习惯用手动的 这都是一样的 吹哪里什么的 都一样 内循环 自动 前后的吹风 然后如果说这边调了以后 16度了 我想右边跟它一样 就按一下Sync 他们就同步了 Sync就两个一样的 但是一个人冷风 一个人热风 也可以实现的 把它关掉 我想我好热 我好冷 我要热一点 我好热 我要冷一点 都可以的 那接下来是导航 导航用的一个 也是很像我们 就是很多像汤汤 还有一些东西用的那种 大家看上去也很熟悉 也比较好用 把经常加进去 加到Favorite 就可以用了 那这个也是刚刚上一次 别人示范书改过这里了 所以我们回到App 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设定 更多的设定 我们全都可以设定 当然这 就这样滑不了 还得用这边 习惯性的用手机那种滑法 就不行 好的 那接下来 大概呢 车里面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我觉得这台车 还是很有意思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 接下来我们往下面讲 那这里刚刚讲过了 大概一样的 音乐打开 调声音 或者调电台 你可以把荧幕关掉 专心开车 也可以打开 然后呢 在一个 在一个 这样有这个标志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键 Back 退回 没有那个键的呢 那个Back就没用了 这里都大概刚刚讲过 没问题 听歌的全都在这里 SD卡可以听歌 USB可以 插线也可以 这个钥匙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充电的地方 是你把车子发动的时候 它才会有电 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呢 在这里面 就是不管你插不插电 钥匙打不打开 引擎发不发动 它都直接用你蓄电器里的电 所以这个用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 或者在开车 就是车子运行的时候 再去用它 不然的话 万一车停着 一个朋友在等两个小时 在上面玩电 玩什么 把你的电池用完了 就比较麻烦 那接下来就来到 最重头戏的了 Trail Hawk 当然可以越野 吉普当然可以越野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讲两种 像这个都是四驱的 对吧 都是四驱的 但是我们是两种 叫这个四驱 一和二吧 或者A和B吧 大家可以理解 那第一种的话 这个就完全专业级的 这个真正的四驱了 你看有下坡的防滑 有这种防锁死的那种 那种很专业的四驱的东西 传输轴防锁死吧 然后四驱low 就是在爬山的情况啊 或者一些地方的时候 把那个力量变大 把它这个速度变慢 车子会走得很慢 但是力量会大一些 然后这里有专业的 不同类型的 还有运动模式 那如果你是E的话 或者A的话 它那种 就是没有low 没有这些特别专业的东西 然后没有运动模式 那还是有四驱 有雪地啊 沙地 泥土啊 和石头 越野的四驱 好的 其实呢 这台车我觉得 有几个东西吧 第一它外观上看 不是最最漂亮的 我也不觉得最漂亮 但是会越看越顺眼那种吧 因为它有一定叛逆性 像前面七个这个前板 它把它折弯掉 对吧 有个角度 那种小叛逆 或者说 像特别这台Trail Hawk 它用了红色的这种 这种颜色 在前面两个钩子 就是很大声的说 我不是切诺基的一个小baby 我是我 就是我自己 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很多吉普迷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人 生活方式都适合木马人嘛 那最后选择了这台车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就是 当然从销链上也反映出这个事实 好的 刚刚呢 大家也知道了 我这个小微单又准时的没电了 所以没关系 我们继续说 所以这台车第一 我觉得外形见仁见智 你可以说它好看 有些人觉得很好看 有些人觉得不好看 但没关系 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设计上还是很有性格的 这个很重要 吉普也好 喜欢吉普的人都是有性格的人 第二的话 从功能性上 它的直接对手是 本田 丰田 还有尼桑的那些车 对吧 RAFORUS RV那些车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敢说是真正的越野车 他们all wheel drive 和四买 就是四乘四是两回事 毕竟还是两回事 真正到了野外也好 或者说 当然我很喜欢一提吉普就讲野外 就算是日常的生活 这是一个做得更好的SUV 可以说 小型城市SUV 所以其他那些 我觉得只是填补市场空缺吧 因为大家都看到小型城市SUV 这个年轻人市场 或者有一些 这个两三口的小家庭 或者这块市场很大 他们都来抢 但是真正做的一个 你值得拥有很多年 而不是一个过渡性的 或者说这个品牌的一个 这个我觉得为了银河市场 推出来这么一个产品 当然他们也做得不错 我只是说 我觉得从定位和用心程度上 那种野心上甚至都没有 这个吉普的自由观 或者小切诺基做得来 更有意思吧 你做起来你就能感觉到区别 他们都是中规中矩的 对吧 多少年也不变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那种心态 当然日本人的保守 日本人的工艺是没问题 都不错 但是他的保守 他一些东西上面 反正他们上面决策 不一样 像自由光 所以因为他的大胆尝试 所以市场也给予他积极的反应 现在卖得非常好 在美国本土和加拿大 都是在吉普里卖得最好的 应该是 超过大千多基 然后就跟吉普莫尔人差不多了 但是这台车是适合那种现代人生活的 跟大千多基一样 但大千多基更可能是家庭 奢华 这种成熟 这种感觉 但同时也带着吉普的越野和这种性格 那小千多基就不一样了 他更叛逆吧 特别是这一台 这一台Trail Hawk 更叛逆 然后更有意思 但他内饰啊 你看这种舒适度 奢华度 应该不说奢华了 一台就是很漂亮的设计 还有他的这个很智能的一台车 非常多智能的东西 这里今天我没有特别非常讲的多 只是提了一个 像刚刚说那个这个定速的时候 他可以自动感应到路中间 如果是走着走着超过线 他会帮你矫正啊 前后太近了 他会帮你调整啊 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智能 非常非常这个特别的车 再来的话 他搭载3.2的引擎 然后9速变速 油耗和动力都能兼顾 所以这台车非常有意思 如果有机会 下次我也开出去给大家 再讲讲驾驶的感觉 太一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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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